镇修科大学生高展宏在这次世大运中获得举重铜牌 也为台湾拿下首面奖牌 不过由于出赛前家乡遭到台风侵袭道路受阻 家中跟部落芒果至今都还没卖完 镇修科大为了帮助这位布农族战士 特别发起任务活动 没想到反应热烈500箱一下子就销售一空 让高展宏是倍感温馨 高举芒果还比出赞的手势 镜头前这位皮肤又黑的大男孩 就是代表台湾在这届世大运中 躲下首面奖牌的举重国手高展宏 家住高雄市桃园区 因为部落种植的金黄芒果缺乏销售管道 很多都没卖出去 因此就读的镇修科大 特别为他举办拍卖会 鼓励这位台湾之光 所以这个过程我建议 它是非常值得我们学弟妹 以及社会大众来学习的一个典范 所以我们藉由今天的机会 也让我们社会大众能够了解它的一个历程 这个它的辛苦 我想这个是非常值得我们敬佩的 镇修科大及校友会踊跃认购 准备的500箱芒果立刻销售一空 学校还特别颁发10万元奖学金 鼓励高展宏 对于学校及时有的大力支持 高展宏相当感动 真的是非常感谢 可是我觉得 其实还可以更好 如果在我比赛前的话 我们家芒果可能会卖得更多 也是感谢老师他们愿意帮我推销这些芒果 带着腼腆笑容 向大家介绍自家芒果 高展宏感谢学校鼓励与帮助 让他能无后顾之忧 为国争光 我也在训练不好 没有办法去全力的去做这些这件事情 所以老师也非常的努力啊 就是一直去跟学校 去跟学校谈啊 跟一些 反正老师就是一直 不断的无私的帮助我去推销 去行销我家的芒果这样子 所以真的非常谢谢老师 高展宏表示 为了感谢过去学校栽培 也将会从芒果的销售所得 播出十分之一回馈母校 借此鼓励学弟妹 自己也会继续努力 在明年的亚运比赛中 取得更好成绩 报答师长恩勤 港渡新闻 王思武 罗绍军 蔡凤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